好 接著到下一套 下一套就是一套輕小說的改編 其實這套是否有前作的 其實不算前作的 只是上一部的作品 但是兩個世界觀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分別在犬村小陸的 兩個輕小說的名字也很像 一個叫做獻給某飛行員的戀歌 前一套就是對某飛行員的追憶 我們今天要講的那套就是獻給某飛行員的戀歌 這套東西其實就 到現時位 當然也不要期待作畫性的東西 其實這套東西簡單一點 但是這套東西就輕小一點 其實我反而期待它作畫上 那些戰機的那些東西 作為作畫上 夜行者的說法也對 作為作畫上 我想看的重點 是 景和物件 景就比較慘 尤其是第三物件 因為作為一個叫做長征的故事 其實你中途應該會遇到很多很特別的景物也好 或者一些不同的生物也好 或者一些物件也好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可能比人更加重要 你會有點失望 其實如果你說畫的 看一些特別的東西 但是他們坐著高 像浮空那樣的島 飛去地裏有些天空 有海 有雲的地方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夜景可以看到 其實飛去那些應該是一個很宏觀的角度去看那個景 但是看完看完就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始終其實它會是用了 著眼點是在於就是卡羅主角 它和一群飛行員 現在還在訓練的階段 這套不是某TVP的劇集 有些分別的 你到底在訓練的軍隊過去呢 是否有些奇怪呢 不是 其實這套東西 我假笑的說 這套東西 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這套東西 某種意義上是非常殘酷的 因為一個遠征 它也說了這個故事 可能是有去沒有還的 其實你帶一群 因為你不可能全部帶一群老年 你也要叫做世代交替 你也要賭擾生存 也要有一個整個的生態系統在裡面 而飛行員很老實講 我覺得 我感覺上來說 理論上應該是一個高位職業來的 應該是很容易掛柴的 而他們說到可能還會發生戰鬥 因為他們不知道會去什麼危險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說要準備一班預備兵在這裡 我覺得是 他其實有考慮過這種情況 所以你看到那個生態系統 其實我不覺得他在這裡沒有留意 但你說剛才我們說到那個劇情 那個視點 因為現在暫時都集中在 卡路他們訓練員的身上 會是 本身有一個很雲觀的故事體 現在是速度很窄 只是在他們的訓練員裡面 發生的種種事 而當然卡路的身份就是 前這個王國的第一王子 第一王子 即是一個王國的王子 但是他沒有gears 沒有辦法 當然他就不可以復國 他就打算駕飛機了 對他來說其實是 對他來說其實是 他 暫時都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做飛行員 其實都還沒有解釋 但其實他對現在這個島 其實也很矛盈 本身他對現在這個 他們出發去這個島裡面的 最高領導人的那位 那位 風之女王 風之女王 好像叫做 那就是 說有極度的誘養 好像是因為他滅了他國家 好像是 有些牙齒癮 所以是帶了一個很矛盾的心情 當然其實 在三集裡面 我暫時還未見到他多矛盾 他們在那裡 他們在那裡 第一集 第一集就出發 攻略 第二集就抱女 第二集就問你死了沒有 第一集已經抱了 第一集已經抱了 什麼人生失矣 什麼情勢高得起 是吧 但這些通常已經立了期了 他可以去死了 那這件事就不清楚 當然你說另外的就會是 有青梅竹馬 那個不是那個妹 不是 異妹 異妹 已經是第一集告訴你 這個是異妹 異異姐 已經定義了 這是人生的失敗者 很明顯 什麼事 青梅竹馬現在沒有下場 他應該不是青梅竹馬 跟小時候 一起帶的旁邊的女生 通常都沒有什麼機會 老實說 作為一個青梅竹馬 跟他一起 其實他根本是為了照顧主角 他不捨得主角 寧願放棄自己的父母 和自己的親人 他都要追著主角 跟他一起 哭著他 他都對主角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才可以 一定是 這件事很慣例 當然還有另一位 第一男配角 其實在第二集裡 也說了 他是知道主角是元王子的身份 暫時都還沒知道 這件事搞什麼 其實在那裡很高 但沒有什麼事 但他應該都好像屬於貴族那邊 他是住在平民那邊 他住在平民那邊 唯一現在只有 雷主角 黑尼亞 黑尼亞 對 就是 貴族 對 就是貴族那方面 其餘的 當然 他們這裏都說少少少 叫貴族和平民之間 有羅莫有與朱利耀 不平等的關係 貴族就很看不起這班平民 覺得你們這班平民 你們都是送死的 我們這些駕飛機是 在後方 武上的貴族 是的 故事雜誌 其實我們已經大概說了 故事說什麼 其實他們的目標就是為了找 他應該好像是尋找一個天空的盡頭 因為他們說這個世界有什麼盡頭 他很明顯跟我們現實世界的地球不同 他一定是那個王子 可能是以前哥倫布之前的世界 地球不是遠的 只是平的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其實我對這套東西都有少少期望 因為我看OP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些好像很慘烈的劇情 我想他頭幾集是講一些好像很校園向的劇情 他會不會對比他後面的劇情 做到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但是有沒有人看過他的前作 前作有看過的 前作其實是劇場版 但是他的追憶來講 他的評價一般都不太好 因為其實他 他其實其實前作來講 成立都幾多的缺失 還有一些範駁位 所以他一般的評價 大家都不太好 其實這套東西我剛才說的 我還沒說 說明某非人言之戀哥 某非人言之戀哥 某非人言之戀哥 就是蟑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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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愛情故事 他會 什麼的啦 換什麼 我要開智慧 我要開智慧 要開智慧 那就是 某就是死硬 應該是死硬 就是死硬的男主角的傳轉 那這樣說 他一生 那這樣說 因為某是X 這個X是誰呢 他現在都沒有說 他們現在都未知道 因為Couria有雜皮疾 所以他現在是非常愈來的 其實是 嗯 那最終 這裏裏裏 阿士淡會死定了 那看看是誰 我總感覺 大家儘管去買一下 看看誰死定了 那 那 某非人言之戀哥 這套東西裏 很明顯 我們說了 某這個X究竟是 是說他的愛情故事 還是一個 等著這個非人言回來之後的戀哥 那就是他死了 是啊 但問題是 某非人言代給誰 這樣解釋 還是純粹的題目 完全是懲罰你的 完全是 到最後的 Happy End 對 放下屠刀 那我又覺得這套東西其實 他怎麼都不會走哪一條路線 我猜 他怎麼都不會走哪一條路線 我猜 那你跟蹤狂 這套東西看著你 他又知道他的秘密 如果根據夜行者的說法 那這個某非行員之戀哥 就是可能是 哈利亞 他對男主角的愛 但是最後沒有回報 然後跟著男主角 提供了另外一個 你不如說 結穿的身份 其實是男扮女裝 然後跟著這個故事就是 可說就是 某女非行員 悲慘的愛情故事 因為沒有結局 對 夠不夠蹊尾 蹊尾 蹊尾 喂 說報仇啊 他好像要捕死 鳳之雷王 暫時這套東西 現在其實 有個叫做名的故事 最少你頭幾集 你看到他應該有條主線 看看他的主線發展成怎樣 還有我有些 其實都不是期待 我想看看 會不會有些 空戰的劇情 可以說出來 有些地味 是的 很普通般 其實 講一講畫面 我不是很喜歡 他那些飛機 吊著兩條 好像花式飛行 那種 畫了兩條白線在飛機上 我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為什麼 不知道很奇怪 我覺得 一眼望就好像 是 那條線是吊著飛機 好像指妖 變成 那 發展的技術 可能這樣 不知道 感覺上 不太好 比如說你花式飛行 那些 吊著尾 後面 會散 但是 這裡好像畫的時候 就好像實線 我不太喜歡 你也看到其實這套東西 我也是 我 不抱期待 也都不去到討厭的地步 只是一套普普通空空的 劇情 雖然有戰鬥機 我們排隊之後可能有飛行人 我們可能 在飛行人 最大的盡頭裏面 就是這個飛行人的世界 他沒有帶到任何情報回來 只是跟你說 我和我條件 在這個 旅程裏面 的 的生活 就算了 哇 不可能第三部 某飛行員的復仇計劃 這樣 可以 OK 這套就真的很通通 其實 有些悲劇味道 應該會有些悲劇味道 但其實講一講 他犬村小鹿這個 輕小說家 他那個輕小說的評價 一般都不錯 是 都 都有一定 分量的粉絲 我 因為他之後 跟著 其實他也是 真的對的 他之後 他另外一套 跟著 這套之後 是獻給某飛行員的夜上曲 然後 獻給某飛行員的契 他可能 真的想著這樣 出下去 原來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 接著下一套 不知道 我就沒有 實際看過 他們的輕小說 所以其實 我也不知道 這套戲 但我覺得 他走 現在我看到 三集的感覺 他比較是 最終會是 一種 淡淡然 有多少遺憾 有少少失落 的 吐露 愛情故事 我覺得 應該 如果 以他上套 走向來看 上套 是走 背景結局 這套 應該 走不掉 可能 某飛行員 都是悲劇 可能 是 他用到這些 你用到獻給他 都沒有 獻給他 即是他沒有 即是這個人混不掉 你要獻給他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施捨 應該不會 這是貢獻的施捨 如果你能夠獻給他 和施捨得他 在我的落足理論上 他真的沒有 但這套應該是一套 憂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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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三集裏 現在給我的感覺 憂鬱不起來 當然要扣你 還要扣你 還要扣完 現在 看看之後 憂鬱得多少 肯定會結婚 然後拆散他們 然後拿著 吃飲料 最典型的就是拆散鴛 作為飛行員 你就要去找女兒 好嗎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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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先報仇 他先報仇 一架飛機 又怎能報仇 我猜 不知道 當然 我們 儘管看看 究竟 Happy End 還是 Back End 呢 Back End Back End 對 最佳樂節 Back End 好 我們已經退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部